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主持人盛春 近些年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渐渐发生一些改变 比如说我们用手机和电脑存储的资料和照片 已经不再习惯往硬盘上存了 而是直接上传云端 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几乎无处不在 那未来云到底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 又带来哪些生活的改变呢 我们通过短片来进入今天的节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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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存成你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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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代底相ows produced which Conse Ç ve 大辞专家电脏目 你也能看到第一天 另一位是云计算开源产业联盟 李云庄先生 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词 云 云计算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它们之间有区别吗 最早的时候亚马逊把它的一些平时 买东西不太活跃的时候的一些机器 把它做成一个资源池 然后给一些中小企业进行一个远端 提供一些算力的一些服务 意思就是说你中小企业 不用自己再去买服务器了 就是到我这来用吧 我跟你提供的好像就是在远端云上 给你提供一样 这种服务模式 大家把它形象地比喻成了 这种云服务 云计算服务 云和云计算就是一回事情 云就是云计算的一个简称 就是说我们计算和存储的能力和资源 不是在本地 是在云端 可以像云一样有海量的资源 同时可以弹性地使用 可以移动地接入使用 所以它的特性跟云比较相似 它是一种技术资源的共享 就是我们要用电 你不用自己去发电 你要喝水 不用自己去打井 那就像我们要使用计算和存储的资源 你不用去买计算机 不用去买电脑 你只需要购买云服务 是出手可得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 各种应用程序爆发式增长 与更新迭代 社会对于计算资源和储存能力的需求 越来越高 如果每一个应用程序的开发 都去购买硬件设备 软件服务等计算机资源 不仅会极大的增加成本 也会导致计算资源的浪费 为解决这样的问题 云计算应运而生 就像电力一样 从企业最初时 通过购买发电机自己发电 到如今大型电厂兴建 企业仅需安装电表 按使用量付费 即可通过电网获得电力 有了云计算技术 企业再也不需购买 计算设备和储存设备 只需要通过互联网 连接到云端 就可以使用云端的计算资源 根据使用量付费即可 免除了巨额的成本 云计算不仅为大量数据的储存 处理提供了基础 也为百花齐放的软件应用 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力量 如同电力一般 而今云计算正在逐渐渗透到 社会的各个角落 云计算优势在哪里 云它是可以一片一片 也可以一朵一朵 可大可小 这就是它的一个弹性 所以它跟普通的计算 不太一样的一点 就是普通的计算的话 你买来计算的设备以后 不想用它就浪费了 就是放在那了 闲置了 但是云的时候 你不想用的时候 它可以把这个资源 又给别人用 就别人可以用它 第一个确实我觉得就是 弹性伸缩和资源的这种 使用叫提字真效吧 疫情期间 卫健委官网的访问量 最高每天达到了 百万级的访问量 这种访问量的系统的运转 其实这个设备量 需要是很大的 如果你买服务器 可能要买一屋子的服务器 但是过了这个时间点 可能使用的量又非常小 其实这个资源平时 就造成那种浪费 浪费和闲置 所以云计算就很好的 体现了这种激发激用 然后弹性使用 按需来付费 这么一个好处 云计算的第二个特点 我理解就是 快速部署和敏捷开发 火生山一共医院 五十多套系统 三十六个小时 就实现了在云上的部署 到雷生山的时候 只用了二十四个小时 这个远远就超出了 我们以前传统部署的速度 其实除了这种 我们看到的物理的 医疗的这种设备 包括这种空间以外 其实它有很多的 这种新型化的系统 如果我们当时只是说 去采购一些硬件 其实是来不及的 可能都是依靠我们云的资源 去快速地提供上去 包括很多病毒的 机理的分析 如果是现买设备来分析 也是来不及的 都是靠云服务商 去提供这样的算力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看完 节约了对潜在风险的筛查时间 最大限度地保障了 疫情的控制速度 说到目前我们国家 云计算的发展状况 在哪些领域当中 普通人是在默默地使用着的 但是可能却并不真正知情的 我可以先举一个例子 各地都有健康码 还有咱们的行程卡 如果去了高风险地区 它可以变红的那个行程卡 那个其实我们用的时候 感觉好像就是个应用 但其实它就是不在云上的 这个行程卡的开发 其实短短的几天的时间 而且全国十几亿人 它当时就是在云上进行开发的 那么既可以承担高访问量的时候 大家都在用 如果以后疫情慢慢过去了 这个行程卡可能慢慢地 它的资源也不用消耗这么多的时候 那么在云上也是慢慢是收敛的 所以说其实这个行程卡 个人用户用的是软件 但背后支撑它能够运行的 其实就是我们的云计算的 技术设施的能力 实际上听了两位的介绍之后 这个云计算就像一个 我们看不到摸不着的 那么一个高级智能化的机器人 在帮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忙 它在繁忙地做着各种运算 让你用最简单的方式 来完成你的任务 云计算已经深入到了 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就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智能语音 您在手机上说一个语音 转成文字 包括我们打热线电话的 智能语音的这种交互 其实这些背后的这些智能语音 都用到了云的计算能力 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口音 说话的语音也很复杂 所以要对这样的一些语音语意 做分析和比对 其实需要复杂的计算能力 这样的一些能力 其实都是基于云的 近年来我国影视行业发展迅速 尤其是动画电影 出现了一批较好又叫做的作品 故事 色彩 特效 渲染等方面 让人耳目一新 较好地实现了技术和艺术的融合 但是制作了一部纯动画电影 仅渲染就得超过一核小时 如今这一难题 在云计算技术的支撑下 却能轻松完成 将文件打包至云端服务器 同时满足大量的渲染请求 提升了渲染效率 也大大节省了成本 云计算就像是能够提供 计算资源的网络 每一个使用互联网的人 和有计算需求的行业 都能够使用这个网络上 庞大的资源 云计算解开了技术的枷锁 让各种服务都变得触手可及 采用了这个云计算之后 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实际的变化 两位给我们取一些例子 让我们听一听 我觉得就是在普通消费者这里 可能有一些也是 给我们带来的间接的一些好处 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政府 现在我们都叫建设数字政府 其实它实现的一个底座 其实就是云计算 它直接获益的 其实是我们老百姓 就以前我们办事 可能要跑很多个地方 办一张证 我可能要去这盖个账 再去那盖个账 当时之所以要跑很多个地方 是因为不同的委办局 它的后面的数据 是不打通的 但现在你看 数字政府的建设的过程中 首先第一个 各委办局 现在形成一朵云 一朵正午云 相当于把计算能力 和数据的能力 大家都统一 打通了以后 现在很多地方叫 信息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 那这样的话 我们用统一的一个网站 我们的普通消费者 办一些事的话 那么通过这个网站 我们可能就是一次性地 把这个事情都办完了 但是大家感觉好像 政府的服务变明了 更加便捷了 但其实这背后 依靠的就是我们云计算 还有很多 其实我们疫情 去年来了以后 在有很多的云课堂 学生在家学习 大量的这种视频的资源 包括交互式的学习 这个系统也是基于云的 还有我们说的云办公 远程办公 云视频会议系统 云的远程协同 其实这些能力 都是基于云的 以后您手里的Pad 包括我们的电脑 可能就是一个显示屏 背后的数据处理应用 可能都在放在远端的云上 第二的话 我觉得云计算作为基础的 这种计算力和存储的 这种资源 它跟我们的其他的 像5G 互联网 大数据AI结合以后 会给我们的企业的 智能化 素质化的 发展和转型 提供非常大的助力 我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汽车 其实每一辆汽车 在上市之前 它从安全起来 它要做至少 60次的实际碰撞 300次以上的仿真的碰撞 那么这个仿真的碰撞 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的 复杂的一个计算过程 那传统过去车厂的 自己建设一套计算系统 大概一次碰撞测试 要算一周到两周 但是用了云计算的这种 叫高性能计算 现在给汽车行业提供的 它可能只需要10个小时 就算完了 所以就把一辆汽车的上市时间 从以前的3到5年 提升到了一年 这样会大大的加速 这个生产的和设计的 一个周期 给企业创造这种 很大的一个价值 那么多信息软件当中 都放了那么多 云计算存储的东西 这些东西会不会 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造成网络安全的隐患 其实这个问题 就像一开始 我们把钱存在银行一样 首先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就像银行一样 其实它某种程度上 可能比你把钱 放在家里还更安全 我们把数据 或者是把应用 放在云服务商那里 首先第一个云服务商 会有一些措施 去保障这些数据的安全 其实云服务商 都会做一些这种 数据的备份或者副本 来保障你的数据也好 你的应用也好的 一个存储的持久性 就放在那地方 如果一旦出现 一些不可抗力 或者什么的话 那保证它不会丢失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其实云的话 虽然大家都用一朵云 但是它还是有一些 隔离技术的 就像酒店里 它也会把每个房间 都是有自己的门 做一些这种安全的隔离 每一层之间 也是会有一些房卡的 一些安全隔离措施 是一样的 虽然大家逻辑上 是用了一朵云 但是实际上 在这个云里面 云服务商是会拿一些 安全技术去做 保证这个数据的隔离性 就是不同的用户之间 是看不到数据的 第三个呢 就是说 如果用户想走了 那么云服商 就像酒店一样 就是也会把这个房间 打扫干净 保证你的数据 不会在我这有残留 然后也保证 不会行 来找到这个房间 就像酒店 好吧 我刚才能那样 是升得比较 干净 到什么 的 我联系 那本年 那里在我店 我相信 这种别人 这种线 就是 我 说 我这样 冷 在习衣 说到这个云计算的安全问题 可能很多人在我们生活当中 他就是比我们有忧患意识 他会觉得我所有的信息都放在你那儿 你帮我计算 我是节省了空间 也节省了成本 可是有一天假如说你们停电了 我可怎么办 这个停电当然是打个比方 其实从云计算自身技术的要求来讲 它就是一个分布式的存储 多点栽培的技术 一个云的支援池 在最起码要三到四个备份 所以从安全性来讲 我得理解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你这个数据的可用性和稳定性 如果你自己以前有一个计算机硬盘 硬盘坏了 你数据就丢了 今天存在云上 至少给你存三到四份 我们未来的四区域五区域 可能会存五到六份 只要不发生全国性的大停电和地震 你的数据都可以恢复出来 第二个就是数据本身的这种安全防护 数据是存在仓库里 但是这个仓库的钥匙和密码 是你自己掌握着的 而且仓库本身有严格的隔离和管控 和身份认证的一套机制 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讲 其实云服务商能够投入的 不管是技术 不管是研发 不管是资金和设备 都远远胜过自己单家独户 来建设一个安全的系统 所以其实这样的顾虑我认为是多余的 你把钱放在自己的保险柜里 应该说不如放在银行的金库里面 给来的安全 国家对于云计算的法律相关的保证是什么 对我们云服务商的约束又是什么 其实国家的话 就是在之前有一个网络安全法 其实它主要是规范的是 所有的网络的运营者 包括运营商 我们电信运营商 互联网商 云服务商等等的 涉及到个人信息的一些保护的条款 和法律的要求 今年也是刚刚出台了数据安全法 但是法律往往它是一个比较宏观的约束 具体来讲 那么国内还有一些标准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的技术能力 你的服务能力 那么都是要求有一些技术保障 和安全保障的 这样的话才能够去保障 对于云服商有些约束吧 现在呢确实国家的相关部委 比如网信办公安部 包括信通院 其实针对云计算的安全可信可靠 其实也是有一些行业认证标准的 相关的云服务商 除了要遵守网络安全法 还要遵守几大部委的 相关的安全评估的标准 包括像等保 我们知道的等保2.0 3.0 4.0 包括可信云的认证 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些行业标准 所以云服务商呢 首先你要能够满足 这些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的认证 除了云计算的安全之外 还有哪些问题 是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 急需解决的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 就是说云计算现在在国内来讲 它是一个发展势头非常好的 这样的一个产业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 就是它整体在2020年的规模 达到了2091亿元人民币 增速也达到了56% 远高于全球的百分之十几的 这样一个增速 所以说它的这个发展的势头 是非常好的 那么安全是刚才讲的是 它的一个在发展过程中 需要去注意的问题 还有一些就是现在面临的一些挑战 它需要更好的跟一些新的技术 像人工智能 然后大数据结合 才能够把它的这种便利性 把它的计算能力更好的发挥出来 但是可能这个融合的过程中 技术的结合的过程中 也是有很多需要我们去注意的一些地方 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云就像刚才讲了 它其实是改变了很多这种计算的模式 以前在本地计算 现在在云端了 那么对于传统企业也好 或者是个人用户也好 很多这种消费习惯 或者是这种管理模式 它都会带来有一些改变 那么这种改变的话 可能相应的配套的一些管理措施 包括个人意识 可能也是需要去注意的吧 除了这些以外 云计算本身自己的技术进步 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我们说到云的这个算力也好 我们说到云的存储也好 其实在不同的场景下 我们是要求不同的计算的能力 和存储的能力 比如我们对科学计算 对图像的处理 比如我们对医疗的计算 和对教育的计算 对工业的计算 可能需要不同的场景 将来行业云的这种发展 包括行业存储的发展 可能会对应用场景 会对我们技术本身的提高 提出更多的挑战和要求 第二个就是云计算 现在总体看 它的技术的流派还是比较多 有开源的 有闭源的 有国外进来的 有国产知己的 那么未来的发展 我觉得就是云计算的技术趋势 也应该慢慢地进行统一 因为将来我们要建设 数字中国 智慧社会 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 数据中态和业务中态 那么多种技术模式的 易购的平台 肯定会对我们的发展造成影响 所以我们觉得将来 云计算技术的流派的统一 特别是我们国产的自主研发 自己掌控关键技术的云计算 应该要进一步的发展 这样从而能更好地促进 云计算产业跟我们各个行业的结合 同时能保障云计算的一个安全可信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 截至2021年6月 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10.07亿 预计2025年 中国物联网设备连接量 将突破150亿个 数字中国正在迈向万物智能的时代 由此衍生的一系列新的业务形态 方方面面都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撑 在保证算力使用安全的前提下 要大幅地提升算力 为此我国启动跨区域资源调配的 超级工程东树西算 也就是在西部建设 更多的数据中心 以解决东部对于算力的需求 与用地紧张 人口稠密的矛盾 这不仅能实现绿色新能源的就地使用 减少碳排放 也将促进东西部产业的联动发展 促进对西部的投资 拉动人才 解决就业 像贵州地区 从2014年开始布局大数据产业 如今已有5000多家企业落户 数据显示 贵州的数字经济产业增速 连去6年 委居全国第一 已与浙江等地一道 继身全国数字经济重镇 这些有力的措施 对云计算的高速发展 提供了积极而有效的保障 云计算 随着它不断地升级和发展 未来可能给我们带来 企业也好 个人也好 带来哪些机遇 过去我们说在工业时代 电力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晴雨表 我理解将来在数字经济时代 在未来的智慧社会 数字中国这样发展的背景下 我觉得算力也是我们整个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风向标和度量横 就算力也是一个生产力 云计算作为未来提供算力最主要的一个基础和底座 我觉得在将来的生活当中会随着我们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发展 进一步地跟我们的政府治理 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的服务会更多地结合到一起 利用云计算的能力 用大数据AI的算法 让整个城市的管理变得更加的智能和智慧 然后再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将来的智慧的产业 智慧的医疗 智慧的教育 可能以后给我们看病的就不再是大夫了 可能就是我们基于云的智能的医师 他会根据你的情况从海量的案例当中筛选 寻找出最适合你的办法 云计算会给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我们将来的智慧学习 可能每个孩子对知识点的掌握是不一样的 我们智能的老师基于云的能力 会找出最适合孩子的讲授的内容和训练的题目 真正做到我们说的因材施教 我觉得这些方面可能都会是将来云计算跟智能化 相结合以后给我们的生活 给我们的工作分方面面带来的好处 我感觉就是云计算如果是像我们的之前电一样 它提供这么强大的算力 其实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很多有更广阔的一些想象空间 首先第一个它就是让这种算力可以垂首可得 包括像学校里的有一些想法 如果以前我们学生是没有能力去做一些这种高性能计算 或者是一些这种科学计算 那么它需要大量的这种算力 以前其实是很难实现的 因为我们可能要花很多的钱去买这样的能力 那么现在我们云服务或者是就把这些算力可以很简单的 你只要上网简单的购买几个小时 就可以完成一些这种高科技的需要大量算力的这种科学计算 包括医学的 甚至是这种太空的等等 那么因为我们看现在其实很多太空的信息 包括咱们国家的天眼 其实后面很多这种数据的运算 未来都是有可能依靠这种云计算的高性能计算的 所以说不管是在这种学术领域 还是在这种创新领域 我可能现在还没办法特别聚焦地想象出 有什么跨时代的应用 但是其实就像电一样 发明电的时候其实只是为了电灯 但是我们现在有电视机 有电冰箱 就所有的一切都是电的 没有想到电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间接连锁发音 对对对 所以云计算也是一样 算力我们可能最初搞云计算是为了节省成本 但也许未来如果我们这个算力就像电一样 很多基于这种算力的一些创新的应用 也许就走入生活 对 走入生活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 为我们来开解这样一个云计算的话题 等于说是真正给我们带来了一场云之旅 好 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透视新科技节目 如果你想了解我们更多的节目内容的话 可以下载央视频收看我们网期的内容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我是盛川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